红坤坤伦爵 精彩继续 全球年中总决赛的现场 我是昆仑阅的主持人 赵贤费 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我的搭档来自美国的麦克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allow me to introduce my co-host tonight Mike Markham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ank you very much sir Once again my name is Mike Markham from the USA It is a huge honor for me to be here in Guiyang at Kulun 69 And it is going to be a wonderful afternoon An evening of world-class hard-hitting action Welcome you my brother Thank you very much 首先让我们进入猪神之战 总决赛的第一场半决赛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Kulun fight 2017 70kg World Championship A Semi-Final 比赛开始之前 让我们通过一段VCR来早进一下这两位选手 优优的第一场半决赛 我都可以开始 来 我都可以开始 我都可以开始 来 好吧 来 来 来 卻郁郁才不得志 2015 2016 连续两年被他人抢了风头 2017 不服输的他再次闯进了诸神殿堂 在16强资格赛第六小组中 迪兹尼斯·久耶夫首轮对阵 阿廷 韩胜恩 再被阿廷多次打翻在地口 仍旧表现了 找到机会重拳记忍阿廷 将7KO 进入小组决赛的团 轻松将留回三次赢 1KO霸气闯进16强 7KO获胜 完败TKO 八强晋级赛 中国小强冯心里来挑战 迪兹尼斯·久耶夫用一场完胜 结束了一赛 第二回合 TKO获胜 成功晋级诸神之战 世界八强 八进四 面对法国名将约恩达莱 左耶夫显得异常沉悶 虽然对手节奏控制得很好 边打边退 但却抵不住左耶夫 疯狂地连续拳腿组组 并造成约恩达莱右腿受伤出血 面对受伤后 依旧高扫攻击的约恩达莱 左耶夫依旧攻势不减 最终他以抵分优势获胜 进入四枪 左耶夫能否重温旧梦 还取决于他的第一位对手 K万冠军 克罗维排名第一 世界排名第四的 马拉特·格里克里安 马拉特能够重归诸神之战殿堂 首先得感谢一个人 那就是进入十六强 全毅然退役的杨森和莱 其次就得感谢自己的实力 荣耀已然加分他 以不如质疑的地位 直接进入八千金赛 马拉特 重拳强势出击 大阪去年诸神之战的量军将陪赛 以个人标志性的拳击合 标杆拳续紧急风格 极具轻易性的拳打 多次打出了极具威胁的独播军阵 最后一步击尖封后阻入选 将将同彩击出拳来 马拉特以一场黑欧强势紧急把枪 四强电击赛中 面对星星 曾将西匹猜独秒的 穆罕默德麦斯沃瑞 马拉特敏感肺增 用自己的最强爆发力和触击力 一步步精准地瓦解了 麦斯沃瑞的防御 连续让麦斯沃瑞被图满三次 最终 马拉特以绝对的胜身 也特别结束了 麦斯沃瑞70公斤的肋排胜量 左耶夫与马拉特 两虎相争必有一半 谁能跨境诸神总决赛 马上开始 赛选从红角向 然后带着他的路上 代表于Belgium 麦斯沃瑞格蒂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昆仑阅2017年诸神之战 世界冠军赛的首场半决赛 首先出场的是来自比利时的 世界名将马拉特格里格里安 年龄26岁 身高178公分 体重70公斤 战绩52胜10步 两平33次KO对手 昆仑阅战绩4胜2步 4次KO对手 有请红防选手 朱神之战的初代全球总冠军 来自白俄罗斯的祖耶夫 然后在红角 从美式的Belarus 介绍祖耶夫迪亚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自尼斯祖耶夫 来自白俄罗斯 29岁 身高178公分 19胜6负14KO 2014 颗伦爵诸神之战 世界冠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资料对比 巴拉特来自比利时 年龄26岁 身高178公分 最后来自白俄罗斯 年龄29岁 身高同样是178公分 科兰军所有的选手信息 由权威知识平台 互动鸭科技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身高1.8边 冠军 尼斯 Basic Red Connor, standing 178cm tall, age 29 His professional record, 19 wins, 6 losses 10 of those wins come by the way-up knockout He is the original Kunlun fight world champion Fighting out of Mexico, Belarus The treasure, Giannis Zhugev 有请场上裁判, Kim Your referee, Kim Jong-ho This is Kunlun fight rule No elbow, no throw and no clinch, ok? Shake head 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Kunlun爵首届搏击春安 我是Kunlun爵亚维 各位好,在下张泰海 欢迎各位收看 Kunlun爵诸神之战 经过整整一年的晋级赛 Fighting out of the world Fighting out of the world 是的, Zhugev 对马拉特 两季高扫 马拉特上来 第三季 马拉特还没有做进攻动作 第四个扫踢 其实我觉得马拉特 不算是一个慢热型选手 五个扫踢 一个蹬腿 马拉特还是没有做进攻动作 祖耶夫要注意自己 上半身的防守 故当要缩小一些 连续第七季了,应该是 全腿组合也有了 祖耶夫作为是初代王者 这个15年16年 算是比较悲情的选手 对 不知道今年再次闯入四枪 会有怎么样的表现 好漂亮 马拉特今天有点慢热 马拉特慢热一定有他的原因 马拉特始终还是在控制距离的这个人 对 虽然没有在做更多的进攻动作 但是粘的对手粘的很好 找机会也很好 所以祖耶夫不要犯错误 对 马拉特的高扫 你看啊 这个相对来说 祖耶夫这个拳啊 就显得有点打开打合了 对 尤其是在这个维生边的这种 中进局里的马拉特的组合啊 能力非常强 是 当年江同差啊 就是被 在维生边被他KO的 对 而且马拉特的防守啊 在我觉得在整个世界 自由国际的这个选手圈里面 我觉得是数一数二的 是 我们现在依然看到祖耶夫动作很多 很主动 但是 他整体上 马拉特你看是紧紧盯着他 嗯 马拉特一直在瞄准呢 对 而且他现在祖耶夫意识着 哎呦 哦 上钩圈加前摆 所以说祖耶夫千万不要犯 这种原则性的错误啊 是 你看祖耶夫 一直在被瞄准的状态中啊 嗯 自己虽然是在做动作 但是更多的功能是防守功能 嗯 马拉特这个距离控制的非常不错 哦 哦 哎 有效果 啊 高腿之后连续几个中拳 啊 啊 祖耶夫向来这个组合拳啊 其实有 但是细 细腻度不够 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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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祖耶夫 啊 好 看到祖耶夫已經有 有一点点鼻血了啊 是 虽然马拉特的动作速度没有那么高 但是他每次组合我觉得 这个节奏跟落点都非常好 对 其实第一局的比赛啊 马拉特并没有打几下啊 嗯 嗯 我们看一下 啊收望自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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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马拉特的上攻拳 这个走位非常精准 是的 观众朋友们想要了解 我们更多昆德鱼的赛事信息 可以拿起手机 再提到手机官方运用商店 下面下载我们昆德鱼的官方预批 了解我们更多的赛事资讯 第二局马上开始 第二局我觉得是最 对于祖爷夫来说 我觉得是最关键的 这局啊 我觉得在进入第二局的时候 马拉特应该会发力了 对 果然 这个马拉特这个拳的走位很刁钻 对 漂亮 这个 前手 这个应该算是迎击啊 对 同时后发而先制 其实我们看啊 祖爷夫论单击的重量并不差 对 但是没有那么准 漂亮 对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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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更早发了一点 也就是说 他可能在做进攻动作的时候 遇到了心理上的阻碍 就大准对手 觉得效果是没有想象中那么明显 对 没有想到自己的预期 对 对 但是实际上卒也夫 对 这是一个后手 这个正好是 对 对 没有那么实 哎 又是一个 这个现在 对 有效果了 对 对 哎呦 这个位置距离完全是马拉特的了 哎 对 哎呦 中生啊 第二局的结束生生 好 祖顏夫应该有点庆幸 对 其实马拉特还是发力发的有点晚 对 当然这肯定跟他的心理运气有关系 他可能觉得前十秒 发力应该起到一定效果 对 结果没想到 其实祖顏夫也很硬 很硬 但是这个很硬 就包括我们抗击打呀 你并不能说持续的见证下 对对对 你不能靠击打来赢的 靠击打来赢的 是的 是的 好 但马拉特的这个 每一个拳的落点都非常的精准 对 对 这是第二局结束的那 这个位置有点像江洞三 对 他用江洞三这个位置 而且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祖顏夫啊 确实在矛盾之间打比赛 对 矛是什么呢 就是他要主动地输出 是压迫对手 对 可能那这样就有一个问题 你的防守就不能做到完全防守 对 这矛盾之间确实很难掌握 也许今天对于四名选手来说 每个人都非常的重要 对 这也是心理压力的一个来源啊 是 好 最后一局的比赛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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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慢了 其实给观众朋友们 在解释一下 马拉特的这个扫踢 也是非常优秀的 是 马拉特已经多次 用了这个摇闪 躲过朱叶夫的这个拳法 后手拳法 马拉特现在是想KO对手了 后手这个发裂 已经是卯足劲了 对 朱叶夫的拳法还是大开大合 对 技术相对来说更粗线条了 落点 这是搏击技术 整体技术的一个小技术 是 踢扫支撑腿 上 中 下 立体打击 对 到围身边了 朱叶夫要注意 对 先打出来 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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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 左边 正面的门户 现在已经越开越大了 回头 击福 两次的击福 马拉特今天绿比赛打得也不轻松 對 你看祖爺夫本身的抗擊打能力 確實是非常驚人 對 這是一個滑倒 而且你看馬拉特沒有當年 打江東塞手打那麼輕鬆 對 確實是 雖然也是開局的時候有點像 在盯著對手找機會 但是也是等打著對手 但沒有出現幾次這種 很清晰地倒地的這種狀況出現 對 前兩次祖爺夫的對手 我們又聊過天就說 祖爺夫是一個很難纏的對手 是 祖爺夫這個抗擊打真的是非常地好 對 這個 祖爺夫確實是 反應俄羅斯的 這一下 剛剛有效果了 對 後手的直拳 祖爺夫腳下已經發明 腳下已經晃了 已經發軟了身體 看完了他能不能抓住最後的機會 好 距離 好 距離 控制好距離 祖爺夫 這一段時間的交鋒 兩個人都有機會了 是 是 後手直拳 這祖爺夫太抗打了 最後幾秒 馬拉特這幾次的明顯命中 但祖爺夫的抗擊打能力 確實是白俄羅斯的 對 對 確實是打擊了 最後這短短的三十秒時間 兩個人拼打得太用力了 看得出來確實是 這祖爺夫 實力確實在馬拉特之下 對 但是也絕非擅長 對 肯定 剛剛我們知道 絕非擅長 對 跟之前他的幾個對手 我們都聊過說 祖爺夫是最難纏的一個對手 我們看前手 對馬拉特來說 你看這種相當多頭部的命中 在打別人的時候 可能都已經KO對手結束比賽了 對 前手的四拳力量非常的重足 你看後手又壓進去 這一拳正中下巴 而且是從上往下壓 對 對 確實是很難打 你看這一拳多十 力量非常的大 觀眾朋友們 2018年 昆仁堅將載助聯手 我們的江蘇衛視 打造中國首個體育娛樂秀節目 昆仁堅決勝祕法 期待您的關注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的裁判判發結果 本場比賽經過裁判的裁定 結果如下 一 一 一號裁判 28比30 二號裁判 28比30 五號裁判 二十 五號裁判 29比39比30 五號裁判 五號裁判 30 29 比賽結果 五號裁判 六號裁判 兩號裁判 三號裁判 三號裁判 再见 好 我们也再次 在这里恭喜马拉特 赢得了本场比赛 顺利地晋级了 诸神之战的总决赛 我们期待在总决赛 他可以越战越勇 最终得得这条 谢尔基 古利亚巴 26岁 来自乌克兰 预选赛对战甜心 谢尔基赢得可谓轻松 古利亚巴的第一次 很有效果 紧接着点胜维克多 也毫无争议 小心点心 漂亮 16进8 他碰上了已经交手过4次 但自己只赢过一次的老对手 安德烈·古拉宾 两个人都是高手 但这一次在熬战四局之后 谢尔基判定胜出 拿下了这场复仇之战 直接透通他进入八战 而巴靖斯的对手 是今年诸神机战里的另一片黑马 尼古拉似梅萨 不过事实证明 谢尔基金颜的确要更黑一点 闯入四强的他 成为了四人当中 唯一一个后备 恭喜古利亚巴 现在让我们掌声护送他 走进诸神的殿堂 但困难远不止于此 因为今天他的第一个对手不是别人 正是去年的冠军 石头帽奔承 这个动作就应该赢得 这次诸神之战的组冠军 苏波邦成为了一位新的王爵 不 因为我感觉到 比赛我们能够做得 比赛我们能够做得 比赛我们要努力 我们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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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要努力 我们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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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震撼的时刻 现在开始 苏波邦的这种 见识霸道的自信 不是毫无理由 因为是去年的冠军 他直接竞技十六强 并转十六进八 干掉了非洲雄狮 那亚奈斯艾曼 此刻正是苏波邦 未免诸神之战的第一步 而在跟戴维特的八进四一战中 苏波邦直言戴维特出了拳法 什么都没有 戴维特根本打不中他 后来事实也确实不止 拿下大胡子杀手 苏波邦几乎是完胜 苏波邦杀进了四强 距离他的未免制度 又进了一步 苏波邦走到这里 没费什么劲 但谢尔基走的每一步都不容易 不管你之前是看好 苏波邦会秒杀 还是觉得谢尔基会爆冷 现在都别猜了 谁能进决赛 我们现在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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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JY KULEABA 我们现在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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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JY KULEABA 年龄26岁 身高176分 在昆仑爵的战 四胜两破 现在开战 你会不是 你会不会不会 你会不会像 一样的攻击 我现在开战 我现在开战 你在哪里 就会不会像 你会不会像 那些招待 鸿鹏 你会不会像 我自己会像 我现在开战 介绍 Superbowl Baccham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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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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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大家好 您現在正在收看的是 昆倫爵首屆搏擊春晚 我是昆倫爵亞維 加油 各位好 在下張泰海 歡迎各位收看昆倫爵诸神之戰 這是昆倫爵诸神之戰 世界冠軍總決賽的最後一場半決賽 在之前的半決賽 那天馬拉特已經順利擊敗了祖爵夫 順利晉級 這場比賽啊 其實我覺得更關注還是蘇芳啊 他是否能進入到決賽 纏聯 作為第一個纏聯诸神之戰總冠軍的 一名選手啊 對 得先過謝爾基這關 現在全民們似乎普遍地 不太看好謝爾基啊 對 可是在 《諸神之戰》第一次的時候 大家普遍不看好祖爵夫的 對 謝爾基能走到這個位置 肯定是有很強的實力的 這個世界上存在運氣 對 但是 運氣一定不是百分之百的 對 因為在我們的擂台之上啊 就是任何可能都有能發聲 對 謝爾基之前給我們留下的印象就是 進攻頻率啊非常的密集 對 現在比賽剛剛開始 兩個人都相對比較謹慎 尤其是謝爾基表現得更謹慎一些 我覺得重點肯定還是要放在蘇格邦這個毒蛇般的高草和頂隙上面 對 蘇邦確實動作的這個角度啊 比較刁鑽 嗯 對 比較冷 而且主要是謝爾基在身高上有一定的劣勢啊 對 這是從身材比例上來說 我們能看得出來啊 兩人的身材比例 蘇邦即便是同樣的身高 他的腿也會更長一些 對 更晚 呼吸範圍更高 更完美一些 對 對 對 目前還是蘇邦在往前壓 嗯 謝爾基呢往後退 哦 玩得很快 對 對 謝爾基要還是在等機會啊 就是現在還是比較緊身一些 蘇邦還是在往前壓 謝爾基 哦 謝爾基剛剛這個 後手的這個反擊有點 哎呦 哎呦 連續的兩次頂吸 這也可能是謝爾基不敢貿然的 打中進距離啊 對 因為蘇邦的這個吸擊也是非常的犀利 謝爾基現在看這攻擊範圍 稍微短了一些 哦 對 對 兩人雖然身高相差並沒有那麼多啊 嗯 但確實是 臂掌啊 腿長啊 在這方面的數據上有劣勢 對 謝爾基身體整個寬度維度是不錯啊 是 是 還得不錯啊 這個滴嫂 嗯 我覺得還是 如果說想 想戰勝蘇波邦還是要在拳上下文章啊 對 對 蘇波邦 謝爾基剛剛還了這幾個低掃速度很快啊 嗯 對 蘇波邦還是會有一些在全防守頭部的時候 會有一些小的漏洞 哦 頂吸 對 目前看啊 蘇波邦和他的師父 他的導致師父摩球啊 嗯 在年輕的時候的一大區別啊 技術上我們可以不討論 嗯 對 就是霸氣沒有摩球這麼齊 對 摩球身上最後一個王 霸氣 對 但是去年啊 就是蘇波邦走到世界冠軍的時候 那個時候還保留一些霸氣 我覺得 對 今年我不知道是不是更成熟了 還是就是在訓練也好比賽也好 這個 他的老師給他有一些教導更沉穩的一些 還是怎麼樣 波邦尤尤其是近一兩年來啊 嗯 在那麼前幾年的時候狀態又明顯的下滑 對 近一兩年來狀態就回升 初期的回升啊 對 這真的是奇蹟一般 真的 觀眾朋友們想要了解我們昆利爺賽 這麼多的賽事信息 您可以拿起手機 以下載我們昆利爺的官方APP 第一時間了解我們所有的賽事資訊 會為我們過往的精彩節目 好 第二局比賽開始 對 西爾基這個腳底下加快了啊 這第二局的時候西爾基也更主動了 對 漂亮 這個 在泰國選手被這樣橫跨的 你踢到失去重心 其實不太多箭啊 對 西爾基如果進去的話 第一要注意的是西 第二是注意縮方的內圍 所以剛剛西爾基其實很聰明哈 看到有機會的時候把對方推開了 對 不要給對方裡襲擊的機會 而且在推開的這個上面一定要加快 哦呦 在這個分開一下 蘇波幫這個高掃機是很有威脅的 是 蘇波幫還是 也不要低估謝爾基啊 對 蘇波幫要注意謝爾基這個後手的大弧線拳啊 走 呃 蘇波幫一直以來有個小問題 就是下巴收得不夠緊 哎 哎 後手拳 果然剛剛說過啊 就是謝爾基後手這個大型的弧線拳啊 對 幸虧這個打得有點高位 嗯 對 這打到目前來說 蘇波幫的優勢還沒有那麼明顯啊 嗯 對 尤其是第二局上來的謝爾基把這個節奏加快了啊 哦呦 好 追踢著西法 快 哦呦 哦呦 漂亮 右手拳 往後退的時候打了一後手 贏得很準啊 蘇波幫你要發力啊 如果你想今年繼續蟬聯冠軍的話 你現在不發力 第二局時間都已經過半了 這個蘇波幫還是要重視起來啊 千萬不要小看謝爾基啊 這個大意失禁周的事情 在歷史上 和雷台上都有過發聲啊 屢見不鮮啊 對 其實我們剛剛說的 謝爾基一路走來啊 他真的是從六十四平線 哎 你看 剛剛這連續換拳的時候兩個人 謝爾基有優勢啊 對 而且謝爾基加強了在退出的時候 手防守得非常的好 是 哦 鼎西 蘇波幫今天那個鼎西啊 沒有過去做得那麼好 嗯 嗯 其實我 無論是迎擊還是在內圍的時候 都沒有把迎擊 對 漂亮 又是一個接腿的後手前反擊 好 動 啊 明顯地擊中了蘇波幫的頭部啊 要注意啊 我反而覺得這個第二局的時候 謝爾基稍稍的有一些優勢呢 嗯 蘇波幫其實我覺得如果現在 哦 漂亮 哦 這是蘇波幫的發法 對 這個是特點 如果我是蘇波幫的教練的話 從第二局中段的時候 我就讓他改中西法進攻為主了 可能會更好一些 哦 對 至少能夠遏制謝爾基這種拳法 對 因為現在他的整個這個 不管是中進距離還是分開的這個掃踢啊 謝爾基一直很著重地去防守 對 而謝爾基在第二局裡面幾個拳法 啊 明顯地擊中 對蘇波幫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啊 我們看看 啊 低掃 看 後手的擺拳 啊 這一拳確實打得超高了一些啊 啊 蘇波幫的追擊的西法 如果 張老師如果照這個情況看來第三局的話很難說啊 啊 目前我們不願意說謝爾基是黑馬啊 啊 對 已經能打到四強了 已經不存在所謂的真正的黑馬啊 對 對 對 可是到現在他一定是有一定的實力 所以對於蘇波幫來說 這是最後一局第三局的比賽 啊 應該是 他的壓力要大於謝爾基啊 好 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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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謝爾基其實我覺得沒必要再用 這種中高位的腿法環擊啊 我覺得他謝爾基用這種技術的一個原因是 他打鬆弛了 嗯 對 又是一個後手 看謝爾基對蘇波現在這個腿法防守啊 注意力非常集中 是 是 因為現在 他只需要防高掃上頭就可以了 對 中段的頂膝似乎也一直沒有距離 快 然後迎膝的頂肌蘇波也沒做出來啊 對 也沒有做太多 在內圍謝爾基也很小心啊 注意不要轉身 好 當年蘇波是用這兩腿的連 連擊踢倒了哈亞 對 我覺得現在蘇波那個點一直找的不是特別的好 對 好 快 時間會過得很快啊 好 你看啊 這個謝爾基分開那一瞬間 嗯 一個中掃也很有效果啊 對 蘇波還要故意 還要再給自己一些進攻的動力啊 對 目前這種 要這樣打下去的話 就不是大於十斤周了 這個就有點 故意十斤周 對 好漂亮 你看 接腿 迎擊 後手 從第一局開始 謝爾基接蘇波方這個後腿啊 然後後手的直線迎擊做得非常不錯 時間還有一分鐘 謝爾基現在越來越鬆 嗯 對 其實我們就在講像這種知名拳手啊 你在國際拳台上持續地露出 你的特點會被對手啊 更多的對手抓得非常的 怎麼說呢 一目了然啊 因為就蘇波方在名處 謝爾基在暗處嘛 對 就所謂名槍一朵 暗箭難防 今天謝爾基整個的表現 除了進攻之外 就是對蘇波方這種特點的防守 我覺得做得非常不錯 是 就有針對性的 對 就他知道你是幹嘛來的 知道你有幾招幾試很清楚 對 這就是所謂知己知彼啊 你看蘇波方一直角度刁鑽 動作突然性很高 出擊角度又比較刁 等等這些特點 在今天在謝爾基上 幾乎沒怎麼施展出來 對 有效性不太足夠 對 對 最後的十秒鐘 好 時間不太夠了 好 比賽結束 左方這個高年腿啊 也是持續地用得非常的多 這場比賽就不好說了啊 對 其實我們一直一直在表揚謝爾基啊 但是主要是因為謝爾基之前 給大家留下的印象 並不是說很深刻 對 也就是說 但我們倆解說之前 對他的預期並不高 因為每個人都有預期嘛 對 他超出了這個預期 對 而雙方的表現來說呢 又低於這個預期 對 所以解說的時候 有人會有這種 貌似是天平式的傾斜 其實 對 我們都是人 沒法做到純客觀啊 對 我們只能做到盡量客觀 所以更專業的事情 交給我們的五位編才打分才 還有我們的賽事總監 然後最後呢 不管是雙方誰進入這個 最後的決賽啊 我覺得都會是一場 非常精彩的比賽 對 和這方面完了 我們就來找大對 郭主席 for有瞬間 我們會不會 總統就來自行 因為我們都可以 的 在我們 這裏 我們會不會 去 我們會不會 找大對 我們會不會 搞這種 我們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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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这位已经出来了 苏帮能否未免先要过这第一道坎 一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八 Junge 1 scores the bout 30-28 二号裁判三十比二十九 Junge 2 scores it 30-29 三号裁判三十比三十 Junge 3 scores it even at 30-30 四号裁判三十比三十 Junge 4 scores it even at 30-30 五号裁判三十比二十九 Junge 5 scores the bout 30-29 比赛结果 Your winner the red corner Junge 4 scores it very well Junge 4 scores it even at 30-30 Junge 4 scores it even at 30-70 Junge 5 scores it even at 30-40 2 2 2 4 5 5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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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10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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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恩爵2017年诸神之战 世界冠军赛的决赛 首先出场的是率先晋级的 来自比利时的 马拉特·格里格里安 年龄26岁 身高178公分 欢迎马拉特 从恐龙爵2014年横空出世 到2015年 被列为世界第一战力格斗大赛 从来没有一个人 可以未免诸神之战的冠军 今天苏翁是创造新的历史 还是延续历史 就在此刻 The Red Corner The Reigning Title Holder From Thailand Super Bowl Bachame Bachame رفone work 给 扶 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fter tasting victory in our opening semifinal his professional record outstanding it now sits at 53 victories opposite 10 losses with 33 wins via knockout the k1 world cup 2015 70 kilogram tournament champion and the k1 super welterweight champion fighting out of belgium marat gregorian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standing 177cm tall age 27 his records 108 wins 33 losses 24 times won by knockouts fighting out of thailand the rising star from bakao gym introducing superbowl the k1 super welterweight champ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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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点太突然了吧 我觉得这个连狂风暴雨 都没办法形容啊 这个马拉特确实是 黄金级别的地上最强啊 我们要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过 二十秒钟的时间啊 我们再看一下 后手牵手 二 二 三拳 对 连续三拳 我们看 后手 前手 后手 而且三拳稳稳地打在了 同一个位置 就是苏慌的下巴上 我们看 后手直拳 前手的平高 还有一拳 其实之前的拳已经有效果了 即便不再打锁也会倒地 对 第五拳 诸神擂台啊 马拉特确实是地上最强啊 昆仑觉得诸神之战连续四年了 没有一个人能未免成功 我马拉特 连续三拳 第二拳的时候 第二拳的时候眼神已经是完全失掉了精神的 第二拳其实已经非常的重 马拉特的这个能力太强了吧 好 这一拳简直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不知道是苏方大意还是马拉特积蓄能量太久 作为看着苏方一步一步在昆仑爵走过来 其实在这一下呢我心里是有点 是因为刚刚这一瞬间 苏方倒地的一瞬间 正好眼神就在我的正前方 对 眼神直直是盯着我 所以那一瞬间我确实有一点 心里有点酸楚 谁敢焦急啊 真的是心里有很大的酸楚啊 真的是苏方在昆仑爵的擂台是 一步一步走向世界 这个诸神之战就是一代新人换救人 其实马拉特只比苏方小一岁啊 但是 强者横强啊 真的是没有一个人四年了 连续四年了 没有一个人在昆仑爵的诸神擂台上蝉联 不知道2018年能不能再有人打破马拉特这个传奇 你看立鼠啊 祖彦夫 对 西迪赛 苏方 到现在的马拉特 到现在我已经在期待 18年的年底的总决赛了 哎呀 其实这两人以前在半决赛的时候 打得都没有那么漂亮 对 可是在总决赛的时候竟然 这个效果简直是麻的惊天一击啊 不可思议 我现在只想说三个英文单词 Oh my god 本场比赛经过裁判的裁定 蓝方选手在第一回合29秒KO获胜 Your winner the blue corner 没有关系 Superman Come back next year You're still the best 下面 请开启诸神荣耀时刻 让我们的昆仑女神 送出2017年 70公斤级的诸神之战 全球总冠军金腰带 全球总冠军金腰带 军金腰带 妻子 祝贺马拉特成为了 昆仑军2017年诸身之战的 最终冠军 现在朋友们 请让我们用掌声 护送着马拉特 第十一年之久 马拉特从64位王者中 脱颖而出 又在今天晚上 一晚两轮熬战 终于拿到了 属于他的世界之王金腰带 他用一场又一场的胜利 证明了自己的诺言 兑现了诺言 证明自己是 70公斤级 世界最强的王者 让我们掌声 再次恭喜马拉特 邀请马拉特 进入诸身的殿堂 去领取属于你的金腰带 马拉特去领取 世界军军 让我们有请颁奖嘉宾 昆仑决大赛的创始人江华先生 以及伯克斯体育的创始人 福宝奥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李甫先生 共同为新的诸神之王颁奖 有请两位为新的世界冠军 系上肩腰带 从此刻世界搏击史上 又收录了一位新的世界冠军 祝福马拉特在今后的路上 越走越远 Diamun 你2017 Kunlon 70kg Tournament World Champion 从身边 Marat Grykodian